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嘛 你今天的话就说了一半 害得我们两个人 翻来覆去睡不着 都为了你失眠了 说吧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想来想去 也只有去找西贤 就是跟欣蕾从小一直长大的好朋友 他一定知道欣蕾在哪里 那你还翻来覆去睡不着 明天去找西贤 一切不都清楚了 你是说西贤和欣蕾是好朋友 那就是说 欣蕾在台湾发生的一切事情 西贤都应该知道 欣蕾的确有写信给西贤 这件事情那可就复杂了 怎么说 你想 欣蕾如果不想见你 一定会交代给西贤 千千万万不要告诉你他的行踪 如果我是西贤 我大致也不会出卖朋友的 喂 从我跟你们见面到现在 你们除了打击我还是打击我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 不能 算了 睡觉 给你开玩笑 开玩笑 我跟你说 如果我是西贤 你如果说的既真情又真切又是真心话 那我一样还是会被感动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好 那我要怎么问西贤 我要怎么问他说心里在哪里呢 房子 房子 如果西贤问起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于心蕾的下落 你就正大光明的告诉他 嗨 西贤人 你去告诉于心蕾 我家的房子是他的了 那又怎么样 反正心蕾告诉我 不让我告诉你他在哪里 房子是他的 就证明他随时可以回来住 为什么 非要跟你住 我是 可怜于心蕾没有地方住 怕他流浪街头 笨蛋 不能这么接 那你说怎么接 反正就是不能说 可怜于心蕾没有地方住 怕他流浪街头 可是这是事实 反正秦朗就是不能说 因为可怜于心蕾没有地方住 怕他流浪街头 你说一遍 我不能说是因为可怜于心蕾没有地方住 怕他流浪街头 你还没有告诉我该怎么接呢 秦朗家就是他家 他干嘛不会自己家里住啊 你懂了没有 我好像懂了 可是我还没有懂啊 明天一早去找西贤说清楚 万一紧张 把要说的话先写下来都背几遍 知道了吧 嗯 谢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不 他知道我还不知道呢 你再给我睡 哎呀 你快睡了 我真的没听懂 你在说什么 谢谢 谢谢 小姐 你怎么了 秦朗 秦朗 她在台湾你无用无提她干嘛 她在外面 她在外面 现在 门口 大楼也跑过来 那我们要不要请她进来坐一下 不要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有想到会再见到她 我 我不晓得第一句话要跟她说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 我还该不该跟她见面 我大蓝跑来找你把门关系什么意思啊 我 我大蓝跑来找你迷句话说不出来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突然跑来对我这么凶什么意思啊 我 我先问你 你在这里干嘛 你不是跟影上东回来了吗 你刚刚拿扫把干嘛 你这种人扫什么地啊 什么叫我这种人啊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 明明过不惯苦生活的大小姐 好不容易回来上海不好好享福 你在我家的时候都没看过你扫过地 是怎样 觉得办穷人游戏很好玩是不是啊 你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耶 什么叫办穷人游戏 我打扫干你屁事啊 的确是不关我的事啊 那你来干嘛 要不是阿嬷叫我来 我谁不愿意来了耶 那你到底来干嘛 我是可怜你没地方坐 怕你流浪街头啦 我于心咧 在上海有朋友 还不至于落魄到那种地步 谢谢你的关心 不客气 再见 拜拜 好 秦朗呢 走了 大老爷跑过来就这样走了 莫名其妙 他竟然特地来跑来跟我说 他找我 是因为怕我没有地方住 流落街头 真的是太过分了 所以你一气之下 就把他赶走了 不然我还请他进来喝茶 欣蕾 我觉得 你从台湾回来以后变了 变得不一样了 是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打扫 可是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你一直在不停地打扫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我住你家 你不收我房租 我本来就应该帮忙做家事 可是 我不懂 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住 不住在山东家呢 我跟上东之间的关系 我还需要时间想清楚 你还需要想清楚什么吗 难道你不明白上东对你的心意吗 当初 你远去台湾 你知道他有多担心 你知道吗 他每天跑来公司找我 就为了希望我能告诉他你在台湾的地址 但是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山东 他变得忧郁沉默 失魂落魄 有一天 他告诉我 他梦到你坐的小船 漂流在海上 你哭着叫他的名字 他哭着醒过来 整夜无法入睡 山东说 他不能让你在外面吃苦 每次看到他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 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他对你的爱 新来 不要再生山东的气好不好 他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 他是逼不得已啊 不要再说了 我要出门去找工作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出去找工作 因为做人要真才实料 因为我想要认真工作 因为阿嬷说 我应该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 怎么样 你见到心鞋没有 我没见到心鞋 可是我看到于心蕾 这么巧 你去找心鞋 结果碰到于心蕾 那他见到你 都说什么了 你们说什么没有 我把他骂了一对 你疯了吗 你特地赶来上海见他 不就是希望把话跟他说清楚吗 OK 你们知道吗 他居然穿上佣明一样的衣服 再吸引一下扫地 看到这个样子 我一把火的上来了 早知道他回来过这种日子 我就不让他回来了 他居然还说扫地管我什么事 是你们的是不是 可是 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为什么没和隐藏弄在一起啊 是啊是啊 我没问呢 这么久的事情你居然没有问 我看他吓了一跳 天忆 绝对是天忆啊 崔哥 为什么说是天忆啊 天忆你还不聊啊 天忆就是说 老天爷阻挠秦朗和于心蕾在一起 阻挠他们重新燃起爱的火花楼 那那那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崔哥 你你赶快帮秦朗想想办法啊 我话还没说完 天忆怎么了 我才不管什么天忆不天忆呢 人定胜天你晓得吧 人定胜天 是 人定胜天 只要你意志坚定 一定会感动老天爷扭转天忆啊 你秦朗一定要让老天爷知道 你一定会越错越有 只要是对的对的感情 你秦朗绝不能放弃 如果老天爷敢从中给你做梗 你就给老天爷把话给他挑明了 他要敢拆散你跟于心蕾 你就跟他拼了 好 这个真的好急了 对啊 是不是 人定胜天骂了跟老天爷拼了吗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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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一定要留伞体力 我觉得我现在充满了斗志 我好开心啊 好 那咱们开门做生意了 拼你现在的斗志 你才卖五百个欧阿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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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老天欧阿杰和我 大佬远来真的就是为了来说句话气我 他到底来上海干嘛 欣蕾 善东等你很久了 我爸妈这几天一直惦记着你 一起吃顿饭 好了 好 爸妈都在等我们 你们进去再说吧 三个月没见 你瘦多了 一个人在台湾生活 一定很辛苦吧 我应该早让上东去接你 尹波木 我很好 没事 回到上海来 也不来我们家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伯父您别这样说 我真的没有 当初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一时也慌了 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跟你父亲合作资金的缺口 把所有的怒气 都发在你身上 是我不对的 你爸爸妈妈犯的错 不应该让你来承担 我也不该让你离开上东 欣雷啊 原谅我们好吗 伯父 伯母 你们这样说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毕竟 是我父母不对在先 现在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给尹伯母一个机会 搬到我这儿来住 让我好好照顾你 谢谢伯母的好意 不过我打算在我父母回来之前 努力找工作 养活自己 我不希望再依靠任何人 没想到成熟了不少 也坚强了许多 欣雷 明天晚上有空吗 我找了一些朋友 来听你接接风 你和谢谢人一定要来 好好芋头被你炖成酱能吃吗 这是芋泥 芋泥你懂不懂 这叫芋泥 没多烂哪能叫泥 这一块一块只能算芋头冰吧 有规定芋泥要多像泥吗 总之多多烂 就看你诚意有多少 你这样就是诚意不足 欣雷 要多吃点 吉诚 败你 怎么让芋老给他煎乌溅 却是气死人了 最可气的是芋老就能答应 结果溜溜得干了一整天 你是不是那芋老 她也不是在做乌溅的吗 就是嘛 谢谢 我累了先回去休息 你帮我送上栋一下 秦磊 明天的接风派对别忘了 我会来接你 谢谢你一直以来这么照顾新磊 不要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会尽快说服新磊接她回去住的 虽然我不知道新磊为什么一直坚持住在我家 不过不管怎么样 都绝对不会发生晴朗说的那种情况 晴朗 早上她跑来我家 跟新磊说什么怕她流落街头 新磊好像很生气 晴朗跑了找新磊 他们见面了 然后呢 然后新磊把她赶走了 是吗 那就好 很晚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也应该进去了 晚安 谢谢 谢谢 万一秦朗再来找新磊 你可以告诉我吗 为什么 嗯 因为 你知道 新磊心地很好 对朋友也很好 万一秦朗借着新磊住过她家的名义 不断地骚扰新磊 我想我应该出面替她解决这个问题 好 时间 真的可以让我忘记你吗 为什么我无时无刻想起你呢 看到玉泥排骨想起你 抬头看月亮想起你 吹海风也让我想起你 你来上海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来找我 你知道我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离开你的吗 为什么要这样扰乱我的心呢 我一直帮你留意 可是这个人一直没出现过 我一直帮你留意 没关系 我一直想问你 你等的这个人是 是我爸 我猜到也应该是这样 当年我爸为了画画 为了追求梦想 决定离开我们家 以前我非常愿恨他 非常不能谅解他 可是 我现在释怀了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 因为我妈 最近我看了我妈以前的日记 我妈说当年我爸 也还当了梦想 她从来没有后悔跟我爸在一起 如果我妈都可以原谅她的话 我为什么不可以 更何况 我身上也遗传了她 对画画的梦想还有热情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见她一面 我第一次见到你爸 就觉得你爸是个特别的人 你爸身上有一种 余生俱来的特质于敏锐 她说话很幽默很有趣 有点孩子气 可以给她谈到话 她整个人就活了起来 认真专注滔滔不绝的 给你讲梵果摩内等等大画家 那次她到我店吃饭 忘带钱了 我说我请她吃 她不同意 她虽然在墙上画了这幅画呀 我一直认为 这是我们店最美的一个角落 我想我这辈子 你应该看不到我爸爸了 父子情是没那么容易被拆散的 我相信她肯定会再出现的 于心蕾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明天为你找心蕾说清楚 可是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我 也不知道她用不用跟我一起回台湾 你不去问永远得不到答案 明天我放你一天假 你必须给我找到于心蕾 好吗 我不听见 我先放过去 我方的海铁 我可以做一个诚心 我看过去就是 你今天来说什么 我是鸢的 你今天吃那个海铁 是这么多的 我今天来说 我看他的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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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巧 你怎麼會來上海 你的腳好了嗎 我的腳 什麼啦 拜託 你自己肌肉萎縮 你都忘記了 請啦 你就是我看過最堅強的人 病這麼重 還騎著腳踏車到處練腳力 你今天去不去欣蕾的派對 欣蕾 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當然知道 今天有一個幫他接風的派對 那 拜託你帶我去好不好 不用拜託了 反正邀請函上面有寫 朋友越多越熱鬧 不過你怎麼沒有跟欣蕾在一起 我們吵架 我跟他之間有點誤會 我想找他解釋清楚 沒問題 包在我身上 反正當初在小吃街 我就說過了 祝福你們 今天我一定幫到你 不過 這正式場合 你穿這樣子 到我家來 我有很多套西裝 幫你找一套 那 我可以帶我朋友一起去嗎 沒問題啊 大家一起來 謝謝 你好 秦朗 見到心裡了嗎 派對 好的 我明白 好 我一定告他們 晚上見啊 OK 拜拜 怎麼怎麼樣 嫂子大小姐妹 是是 派對什麼樣的派對 秦朗說呀 於心裡要出現在 晚上的一個派對 問我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當然要啊 是是萬一秦朗有無論次 我們還可以阻攔他 說出一些難以往回的話吧 對不對 就是嘛 這次千萬不要再說什麼菜子了 對 怎麼了 你們倆有沒有喝茶的衣服呀 喝茶 不是 就是那個什麼 和珅的行頭 你是紫西裝吧 OK 唉 你說我們一天到晚在這裡賣蔥花麵 哪有什麼和珅的西裝啊 就是嘛 那你趕快去借 這是正規場合了 不能穿到太隨便的啦 借到哪裡去借嘛 唉 喂 怎麼會有還去耶 不是 我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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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我愛的 我愛的 我愛的 對 我愛的 這是我朋友 小胖 翠哥 車人 這是戲裡的朋友 黎盛全 進回 那我們走吧 好 走 我先去打個招呼 很多長輩在場 你自己 自己想辦法了 沒關係 你先去忙 好 就在那兒等吧 他總會出現 我去找新臉 翠哥 我們要不要幫你一塊去找 OK 我去找新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俩够了没有 你们俩今天晚上是早上吃东西的 谢谢 行啦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来找新磊 我有话跟她说 她呢 她在哪里 拜托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好吗 不行 今天一定要见到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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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台之前 我一直不断的在想你 因为我找不到适当的话语 来表达我的心情 因为我的心里只有感谢 好 感谢心雷可以回上海 回到我的身边 回到我的身边 好 好 一直以来 对于这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孩 我可以为她做任何事 所以今天 我特别安排了一个惊喜 爸 妈 孩子 我们对不起你 这几个月苦了你了 爸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自己不会离开你的身边 妈 快 妈 谢谢你上刀 谢谢 今天对心雷而言 或许是个快乐的日子 但是对我而言 它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于伯父 于伯母 虽然历经了这么多波折 但是还是可以请你们 把心雷交给我吗 我会用一辈子去守护它 我发誓 我会给它这个世界 独一无二的幸福 心雷 这枚戒指就像我的心一样 我从来都会属于你 与心雷小姐 可以请你嫁给我吗 难道你不咬这个 你的秦郎怎么办 你要想想办法 她人哪 你不咬也不咬也不咬 什么蟶子 我咬也不咬 我 hemos咬了 都没人 我现在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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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朗 不要喝了 咱们走吧 好吧 清朗 咱们走吧 不要喝了 清朗 求求你了 我们干嘛要走 今天心里大喜利是什么 我们应该喝酒来庆祝的 喝 清朗 我 没事 没事 心里不舒服吗 没事的 她大概一时不能接受 等会就习惯了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结果吗 不行 我要去解释清楚 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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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属 我衷心地祝福你 祝福你 我 清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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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开门 我有很多好的话要跟你说 清朗 我帮你走 你走 你走 清朗 我要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你开玩好不好 你去 Потом 了 你卿入 crying 我根本沒有用 你錯了 你不要我瞞我 天啊 秦郎 秦郎 秦郎開門了秦郎 秦郎你不要別人我快開門啊 我不想看到她的家 走 大小姐秦郎讓你走 快開門 快開門 秦郎 快開門 秦郎 你不是說人定勝天嗎 人定勝不了天的 因為天度英才 天度情侶 好的天都度了 樓天爺 你們有張眼睛嗎 其浪那麼愛心裡 你為什麼要拆散他們 樓天爺 你有什麼了不起 有時候你超人來跟我包吹人鬥 來啊 超人來跟我戰鬥 樓天爺跟你開玩笑的 你問我瞎說的 沒有 樓天 上東啊 這次真的要謝謝你啊 要不是你啊 我們瑜伽的危機啊 不會那麼快解決的 瑜伯伯 這些真的沒什麼 上東 這次替我跟你父母親致謝 謝謝他還願意接納我們 借他信蕾 伯父伯母 飯店我都安排好了 這幾天你們先住在這裡 等過幾天我再幫你們 安排住的地方 我不想住在這裡 我不想住在這裡 爸媽 這裡不是我們家 況且 我們也沒有理由 一直接受上東的幫助 信蕾 你為何必那麼見外呢 我跟你已經 信蕾 我父母方便暫時住你家嗎 爸媽 我們走吧 今天又這麼晚了 要走 又等明天吧 好 那你們早點休息 我明天再來見你們 我真的很高興 你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歸屬 我 我鍾心地祝福你 謝謝 你先回去 我有話跟上東說 讓你們看過 大家都 Feelnya 汇辣 你到底怎麼了 清磊 你到底怎麼了 為什麽都不接受我的安排 嘛 垃圾 今天派對之後 你就一副有心事的樣子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戒指的事 你為什麼之前不先跟我商量 世界上有哪一個男人求婚前 還先跟女朋友商量的 我做錯了嗎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做錯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個人走一走 欣蕾 都這麼晚了 你好好到哪裡去 你不必擔心我 我已經不是以前的余欣蕾了 看青朗這麼可憐 要不要叫醫生啊 喝醉酒沒有藥医 被大俏姐甩也沒有藥医 兩個都沒有藥医 看什麼醫生啊 那咱們 咱們就見死不救啊 大俏姐你來幹嘛 人都快被你逼死了 你來落井下石是不是 吃了 你看看家裡 沒有人要來 再買家 來買家 往來 買家 買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